大家好,我是爱云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哲之,向里耀时机 官方赶出镂空,射度角色 明朝,1.2新角色武器突破一栏 陪跑四星曝光,体力月卡要来了 长离CV竟然也玩明朝 明朝,1.2陪跑确定 哲之实际图来了 新增主角更换性别功能 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1.2版本的 出的新角色是向里耀和哲之了 官方也放出了这两个新角色的例会 对于新角色,各位漂泊者喜不喜欢呢? 下面有大佬给整理了向里耀和哲之的升级突破所需的材料 一起来看看吧 喜欢向里耀和哲之的这两位角色的漂泊者 可以先提前准备材料了 一个角色大概需要220万贝币 下图就是大佬整理的向里耀和哲之 这两个角色升级突破所需要的材料 看你还差什么 各位漂泊者都知道 新的卡池不光有新的五星角色 还会有四星的陪跑角色 据说1.2上半卡池的 是新五星角色向里耀 四星陪跑角色秋水丹井和渊武 下半卡池是新五星角色哲之 四星陪跑角色是散华白子和赤霞 听说明朝要出体力月卡了 开通月卡 立即得到五个体力 每天送二两个 有的漂泊者说 如果出了这个月卡 那双倍活动岂不是更少了 也有说出了就买囤着刷副本 当然这只是玩家整活 算不得真如果体力月卡真出的话 还是要以官方公告为准 还有就是长黎的C力居然也开始玩明朝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希望可以给各位漂泊者带来帮助 做各位漂泊者抽卡不歪多多出金 明朝官方已放出1.2版本角色立会 了解到哲之和向里耀的信息之后 也让明朝热度迅速提升 测试服已开 都有哪些消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卡池安排 我们先来看一下卡池安排 根据官方提供的消息来看 限定五星有两个 其中上半限五为香里耀 四星陪跑为秋水、冤舞和丹井 下半限定五星为哲之 四星陪跑散滑、白子和赤霞 玩家可以提前屯心声了 哲之时机展示 另外比较受关注的哲之建模放出 通过设计来看 哲之很有可能是因为头发的问题 导致枕头部看起来有点偏大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亮点在于服装的设计 原来胸前那部分有白色打底 若隐若现的感觉非常不错 侧面虽然有笔墨遮挡 但侧面服装开口也很大 更多细节挖掘 就要等玩家抽到后再去讨论了 有关武器方面的设计 向里耀的武器为臂凯 哲之为法器 看起来还是比较有个性的 各位玩家可以通过图片来欣赏一下 在游戏中 哲之为冷灵属性 演奏技能为体白 使下一位登场角色冷灵伤害加深20% 共鸣技能伤害加深25% 效果持续14秒 这样来看的话 哲之将会成为后续冰C的专拐 那么玩家到底要不要抽折之呢? 首先 XB党随意 如果考虑到配对问题的话 推荐玩家暂时先不要抽取 毕竟目前还没有限定冰C 如果1.3上败是首按人属性为冰C 我们可以通过测试服务数据进行对比 来看一下适配度 然后再选择抽取 就可以了 最后来说一下 有关的主角更改性别功能的优化方案 有位UP组发布了一个 自己编写的后续更新规划 其中 包括主角新增更换性别的按钮 导致大量玩法转发 重要提醒 由于页面和官方配色一致 很多玩家信以为真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个醒 有关前瞻内容 大家大致了解一下机客 一切还要以官方公告为准